奥地利西部一场音乐会发生枪击案 一名男子相信是在发生感情纠葛后 随即开枪扫射现场人群 造成了两人死亡 11人受伤 枪手之后也举枪自尽 枪击案发生在星期天凌晨3点 奥地利靠近烈士敦时登边界 嫩轻震的一场通宵音乐会上 当时有大约150人在场 警方透露 枪手是一名27岁的男子 他在与女友发生争执后 从自己的车上取出一把步枪 并向人群随机扫射 男子在开枪打死两人 打伤11人之后回到停车场开枪自杀 他的女友则是安然无恙